自从新冠疫情开始,已经成为了它所处业务领域中全球最快增长的一间创造企业之一 不单一直保持着非常高速的增长,同时它又很专注于被人看到 它是创新于不停地改善它自己的business model、商业模型、合作伙伴的网络 不单很专注重视这个user experience、用户体验,而且又着重人才的挖掘 或经常会从竞争对手挖掘好的人才 听下去是不是很像一间非常出色的初创公司呢? 究竟这间是下一间Uber,还是Airbnb呢? 都不是,我刚才描述的其实是一间叫Lockbit 一个黑客网络攻击组织的公司 近期声称攻击了波音、皇家邮政 以及最近的中国工商银行美国分行 但是在开始之前,我也要更新大家 本来这集已经录好了,不过因为事情不断发酵 我觉得也应该加多一段让大家知道最新发生的情况 因为over the weekend,原来路透社透露事件仍然严重程度 已经去到公行所有的急急脚在weekend飞去美国 要安抚25万亿流动最大的美国国债场 另一方面,在星期一,Reuters的记者也收到通知 收到哪个通知呢?不是公行通知 就是这个勒索方Lockbit 以及他今次的associate 今次的合作伙伴 通知了Reuters的记者 说公行已经乖乖地磅水了 我们已经将事情告一段落 因为原来上星期不单止 严重程度是trading system瘫痪 Reuters 透露连连员工的email都用不到 要公行屈服给他们用的gmail和客户通讯 大家有做过银行,你也知道 要银行让你肯用这些外面的system 肯定是逼不得已到逼不得已的 因为平时的security是 会让你任何的conversation 在银行范围之内的social media chats和email 给你用的 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为何公行唯有没办法 都是weekend和高层过的9月之后 都是乖乖地磅水磅水 就不要好像波音 坚决不磅水 最后就由黑客将他们的data公洗 我相信另一方面 可能黑客掌握的data 这次就没有波音那么简单 或者真的又涉及了很多比较sensitive的资料 好了,update来到这里 我们回到节目的主题开始 Hello,欢迎你们回到来 Yolo街 这集是一集特备节目 因为上星期说的科技新闻当中 关于ICBC美国分公司被黑客入侵的故事中 令我认识了这间lock beat公司 越看越觉得背景非常有趣 所以就想专门做一集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间lock beat 组织团体的背景 为何它能够在短短几年内 能够成为黑客组织的明日之星 有听我们上一集科技新闻的朋友们 你们应该知道 上星期尾 美国的ICBC分行公布了 它很不幸地被黑客组织团体入侵了 它的交易软件平台 令它整个平台几乎是处于瘫痪状态 而在ICBC事件之前 没多久,是10月28日 波音也刚刚公布了 它亦被勒索软件入侵 而在今年年头,2023年 英国的皇家邮政 亦受到lock beat 组织的网络攻击 造成了非常大的大混乱 令他们的国际运软件递送服务 几乎停滞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能够 更加在这间已经饱受了 工人组织因为工资 和国安各样条件罢工后出现的混乱上 真的雪上加霜 或者你们说 近年来 高调的勒索软件攻击 都已经成为常态了 经常都听到由我知 或者其他独裁国家 作为基地的黑客团体和其互属的组织 每个月都会有一些 淋淋种种的重大攻击 不过,自2019年底以来 这间Logbit勒索软件组织 以逐年復一年的破坏活动 在全球范围中短短的时间 几年影响了数百甚至上千的组织 而慢慢帮自己起了一个朵 有人甚至说 它是有史以来 最多产的一间软体 勒索软体黑客组织之一 而它特别是针对商业工业和基础设施控制系统 而且尽管它攻击次数非常频繁 但前两年大家都觉得它仍然是尝试保持低调的作风 在2022年第2、3季 Logbit 这个勒索软件 在针对工业组织的勒索软件攻击 全球的勒索软件攻击 全球的勒索软件攻击 它一人占了33% 而在对基础设施的攻击 电网、油证等服务攻击中 全球的勒索软件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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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称,他们保守估计Logbit 的勒索软件 已经在全球有至少1000名受害者 而至少提出了1亿美元的赎金要求 相信他们成功从他们的赎金 勒索了大约数千美元的实际赎金 究竟为什么Logbit 这么特别? Logbit 被誉为 地下犯罪组织中最专业的 虽然它不是这些犯罪组织中最疯狂的 但它那种level-headed working style 它的冷静和专业精神 令到他们的攻击对很多受害者来说更加危险 而他们那种 Ransomware as a Service 即勒索软件职服务的营运模式 更帮他们迅速地全球 建立了很多很多的 所谓的联盟合作伙伴网络 亦是为何它自2019年底首次出现后 最初他们称为ABCD 勒索软件 即是ABCD 大头脑E 但跟着它的迅速成长 我相信他们可能发现 越来越大 ABCD 这个名字太幼稚了 不如改个型的 改了做Logbit 而它刚才提到的SARS模式 这个职软件服务模式 用在勒索软件方面 都可谓它做得最好 究竟这个模式是怎样做呢? 基本上就是 它自己的核心团队 创建了这种勒索软件之后 将这个软件放在 它自己的网站上营运 去吸引任何有兴趣的附属合作伙伴 用它这些软件 去攻击 合作伙伴想攻击的目标 而它的商业模式 也非常创新 在它之前 虽然它不是第一个 做这种勒索软件职服务的运营商 但是它将商业模式整个调软了 为什么呢? 在它之前一般这种模式 据知情人士说 多数时候都是软件的开发方 即是Logbit 是负责向被攻击的企业收钱 但我想Logbit真是聪明 它知道很多时候 你敗路在被人捉到 很多时候就是你的 Paper Trail 你的Money Trail 你收钱的时候会容易被 有关机构或者政府机构会捉到你 所以它的商业模式 运作这个职服务的时候 这个SARS的时候 它就不负责收钱 它就负责提供软件给你用 而你这位合作伙伴 就要负责 与这个受害方 收取这个赎金 收完赎金之后 你作为伙伴 就要调回 分回Logbit 应得那份给Logbit 所以在整个给钱收钱过程之中 Logbit 完全跟你的受害企业 没有联系 没有拉伦 而这种商业模式 对Logbit 的发展来说 似乎是非常有利的 单单看它如何在2019年才成立 到短短两年已经成为 差不多全世界攻击性最强的 勒索软件服务 除了在这个商业模式的更新之外 它也不停地移续投资在自己自身的平台的技术 和平台的后勤服务的创新方面 例如它经常会测试一些新的要挟方式 不单单一的 每次都只是你付钱去解锁 还有可以是你付钱 给多些钱 可以提早解锁 提早释放你的数据 又或者你付多些钱 可以去延长给你的deadline 可以说一定是一个出色的商人 而另外一点 它们非常注重 亦非常注重 就是非常注重它软件的可用程度 就是一直以来 它们出的Logbit 软件 都是主打这个 easy to use 即任何人都能使用 这么容易的点击式的格勒索软件 从此看得出,它与其他所谓的entrepreneur 这些 software entrepreneur 真的没有什么分别 非常着重这个用户 它知道用户的体验 user experience 是有多重要的 所以它这一盘运营得这么好的生意 这几年对行内的很多 potential罪犯来说 真的非常有力 就说它从2019年到现在 每年基本上都被用户看到 它会对自己的代码进行重大更新 19年出的第一版本 21年中推出了Logbit 2.0 然后2022年推出了Logbit 3.0 不说它的背景 你真是以为这家是一家普通 Face移征在踏上成功路的初创公司 除了软件本身好着重整个用户体验之外 也真的很体贴它的用户 这个软件一出的时候就一直都有 很多用户非常喜爱的功能 就是这个Default的反侦测能力 又可以简单地 快捷地绕过微软Windows的防御系统 而本身Logbit 也是非常支持这个 Open Source 在可能的情况下 可以的feature 它都会用公开Open Source的黑客工具features 但某些时候它都会自己开发黑客需要的特别的功能 就像2022年FBI的报告指出 这个团体 有时会用一些未被发现 即是所谓的零日流动0-day vulnerability 的方式来进行攻击 而攻击的目标 不单是我们传统上 第一个被攻击的最容易被攻击系统Windows 它亦都能够有features攻击Linux 甚至虚拟主机 这个Virtual Host 加上刚才说过 它不单是支持持续性的前台发展 将软件越做越好 它后台也丢了很多资源 去巩固整个后台的基础建设 你说黑客团体的基础建设是什么呢 第一个非常重要的 当然就是支持付钱的基础建设 这个支付系统 而更加厉害的是 随着它去年出的那套Lockbit 3.0 另一方面更加进化的 就是大家有开发软件的 你也知道了 这部队就算有多少人 很多时做极做尽 这个测试 往往都会有少少流动力 是自己这部队找不到的 一般的软件 服务 尤其是blockchain 开始 因为很多是open source 一般它是另一种方式去找这些流动 就是所谓的bugs bounty 就是找流动的奖金计划 就是不需要自己团体的 街上任何一方人 只要在公开open source的代码里找到流动 或者找到bugs 它就会支付给你特定的奖金 不过今次猜不到 连这个黑客团体的勒索软件 都有这个bugs bounty的机制 而且拿奖金的条件 你不用一定是犯罪分子 你是这些正常的代码开发员 或者这些正常的bounty hunters 你也可以得到这些奖金 所以说真的行行出状元 除了这个bugs bounty之外 漏洞奖金计划之外 还有一件事它也很懂得保护自己 就是黑客团体最害怕的 就是让你知道它主脑的身份是谁 所以它连这些机制也会出现 它说如果有人能指出 它主脑背后是哪个操作 它这个公众购买的 它将会向那位仁兄支付100万美元 我相信当然这件事不是叫找到那个人 把名字公开 而是静静地告诉他 他就知道他的保护系统不够 他愿意给100万这位仁兄 然后再加强自己的保密系统 说到这个团队核心人物 究竟这个核心团队是谁 据外界的揣测 一般都觉得他应该是由一个领导者 和加上一至两个可信的合伙人 组成的核心团体 而有些有研究追踪鎿逼的人 说他总部应该是位于荷兰 不过也有些说他总部是在俄罗斯 俄罗斯 但他自己的主持人曾经在暗网中说 他个人会在中国或美国行业生意 甚至他在纽约有两间餐馆的分享 一听到餐馆 不其然就会立即在脑海想到 是不是唐人街的餐馆 还是小意大利有黑帮背景的餐馆 不过说起代码来说 意大利人一直在这方面很厉害 换句话来说 即是到今时今日 都没有外界或在互联网上公开的人 能很肯定这組合究竟身在何方 也很有可能这組合散布在世界各国各地 不过你也别以为这些最大恶极的罪犯 未来的前景是一片光明 因为随着一个lock bit 团体的成长 也开始出现很多裂缝 它的裂缝就是 你会看到在最近一年的攻击上 好像开始有些过分的挑衅性 和有些操心大意 第一件事 不知道是否因为 是越扩张得太大的原因 在这个Version 3.0 它的Version 3.0 它叫做lock bit black version 公布之前 话说团体本身 最多是和25至50个 所谓的附属合作伙伴 不过自从3.0 推出之后 不知道是否真的跟了 这个start up 的 typical playbook 就说要有这么快的扩张 就这么快的扩张 一次过跳到大了很多 但到现在他们也觉得 有困难追踪参加 他们这个平台的合作伙伴的数量 也就是说 你查不到他们 同时 即是你很难控制到他们的行为 之前大家都觉得 为什么lock bit 这个平台 这个黑客组织 这么危险 以及它怎么可以攻击量这么大呢 就是因为虽然 它有合作伙伴 但它也会对合作伙伴 设定了一定的标准 真的黑客都有标准 就叫你不要超出这些标准 来选择攻击对象 就像之前 本身其中一个攻击对象 给媒体报道 就是攻击了加拿大一间 Sick Kids Children's Hospital 儿童医院 不过这个攻击一出之后 lock bit 自己团队 就在网上出公布 就说他们已经免费给了 解码锁线的一间医院 也同时 惩罚了这个 没有跟他们指示标准的合作伙伴 难道贼也有良心? 另外一件 人多了难办事的 就是你不跟标准的时候 一来你的目标标准可能不跟 以来就会令到他之前想保持的低调影像 就很难再坚持下去了 因为大家看到今年 刚才我说过的几间公司 每间都是非常触目的国际目标 英国邮政 搞到人家邮政服务 international的邮政服务 停顿了整个星期 又搞到波音公司要出来澄清 说他们的数据 里面不会影响到他们飞机的安全 到上星期的ICBC 没有一宗是低调行事的 所以很快就会灵验到树大招风 这些PR问题相信会带来 他们前所未有遇到的问题 就是自己在自己身上 放了一个非常之之标靶 将自己变成一个非常大的target target for 谁? target当然是全球的政府组织 政府监管组织 而这件事不只是我说的 是有实际行动证明的 这几年期间 虽然我们每个月或每星期 都会受这些黑客攻击消息的围绕 不过,确实这几年 亦有不少出名、 臭名、软播的勒索软件团体 成功被各个政府 或所谓的白帽子 由white hat 滲透暴露和瓦解他们的组织 例如2022年2月 俄罗斯在出军乌克兰之前 自己的联邦安全高 而FSP成功逮捕了著名的黑客 叫做revel 或可能叫做revel 不太清楚 他的角度应该是什么 穿法就是revel 而在美国方面 当然美国也是hush hush 他没有公开哪个 不过他自己的军方黑客 部门Cyber Command 都陆陆续续承认了他们 已经成功干扰了一些 high profile的勒索软件团体 而说开这个white hat 白帽子 有一位乌克兰的 网络安全研究人员更厉害 他自己一个人 就成功了滲透了 有一家之前非常出名的 勒索软件团体 公开了整个团体 超过6万条内部聊天消息 之后有助于瓦解了整个 勒索软件的勒索软件组织 而另一方面 不单止政府机构 还有的就是被你hack得多 那些受害者都变得证明了 business is definitely getting harder 为什么这么说 虽然王家邮政被他搞到停顿了 国际邮件服务的礼拜 但据公开的交涉纪录 即是王家邮政和黑客组织的交涉纪录 王家邮政拒绝了 他们要求的80万美元的勒索 而且还大声地骂他们 你们真是荒谬的这个赎金 在暗网上的聊天纪录显示 两方面在谈報之中 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攻击 一方面黑客那边非常有理据 我们这个80万美元不是乱定的 你这间公司的收入的0.5% 为何0.5% 作为这个解密文件的交换条件 Lockbit是理大气壮地说 我们有计过这个数据 根据你这个欧盟的数据保护法 虽然英国脱了欧 但仍然保留 这些法律仍然是有效的 如果你公司 证明你丢失了个人数据 其实可以被罚款高达 你年收入的40% 所以Lockbit的黑客说 我们现在收入你0.5% 便是便宜了你 因为我们很清楚这个法例 只要我们不公开你的文件 你就不会给有关机构罚款 接着就像是黄家正邮政那边的谈判特别人指出 他说 黑客先生,你好像看漏了 你看那条数据是我们没有公司 国际分销服务IDX那条数据 我们只不过在他旗下的一个小小分支 收入绝对没你说那么多 所以你们想问我们拿80ml 肯定是天荒野谈 因为我们自己 麻烦你看清楚 黄家邮政每年都在亏钱 所以你一句我一句来来去去 结果最终黄家邮政这单上 Lockbit也没有成功得到任何负金 而接着下来 刚刚发生10月28日波音那单也是 28日黑了之后 就给了deadline波音11月2日 但波音也是拒绝给这个负金 所以在上星期11月10日 Lockbit发烂炸 把那些波音的文件 全部洩漏在互联网上 波音说他看过这些文件 知道对飞机的安全上 绝对没有影响 所以决定最终不付钱 所以摩高一像 好人那边 受害者那边都会学习 大家都看到 生意困难 虽然很难确定 这几年这些勒索软件行动 实际拿了多少钱 但我们能够看得到 或者可以肯定说 就是他们拿到的钱 越来越多 因为越来越多的受害者 好像黄家邮政波音说 都是拒绝帮水的 而另一方面 钱少的时候 另一件事会出现的问题 就是内部的问题 以前大家都有很多钱赚的时候 没有人出声 现在内部有越来越多 这些合作伙伴 不受控制 加上收到的资金 又越来越少的时候 就开始令内部也有压力 是什么压力 就是在去年的9月 原来已经有一个 不满Lockbit开发者的developer 洩漏了Lockbit 3.0的整套代码 而且之后日本的执法部门 也公开声称 他们已经有办法解密这些勒索软件 换句话 其实就是说 给日本的受害者 或将被攻击的受害者知道 不用怕,政府可以帮你们解决 不用付钱 而更加在去年11月 因为美国FBI 当然他们很害怕 就是说有时这些东西说出去 会影响了行动 但做完之后 他也会说 就是公布了在去年的11月 他们说 已经在加拿大 成功拘捕了一名 是Lockbit附属成员 附属的合作伙伴成员 33岁的Mikhail Vasilyev 将会被引导回到美国 所以说 无罪的扩张 不但在WeWork的案件中 显现了他的害处 连在暗网中的勒索软件组织 Lockbit 功效也是一样 都会令你浓巧反逐 反而危害到自己的生意 今集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一次,希望很快又可以在这里 和你们分享不同的科技资讯 拜拜